预查黑心莲设计堂妹落水 遇会她清白抢走堂妹的未婚夫 却不料救了堂妹的 竟是个五官立体气质不凡的英俊男人 黑心莲恼怒不已 在霍霄面前挑拨无谷后 委屈地向赵明哲哭诉 我就是担心她为了气你 一气用事做出不可挽回的事 赵明哲也是没见过霍霄的 一听叶薇薇跟救她的瘸子出对象了 想到今天在知情点叶薇薇给她的羞辱 冷哼道 我跟她已经退婚了再没有任何关系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跟她在一起 叶婉婉听到自己想听的话心中爱喜 赵明哲又劝说了几句 她也就泼下驴 那个霍霄就算是长得好又怎么样 还不是一个乡下泥腿子还是个瘸子 他这辈子都不可能比得上赵明哲 叶薇薇跟霍霄到小广场的时候 两头大野猪已经杀好了 村长已经在主持分肉 小广场上热闹地跟过年似的 村民们得知这些都是沾了叶薇薇的光 对她的态度也都好了起来 但是总有些看不惯的阴阳怪气起来 叶知青你真的会嫁给霍小子吗 不会是故意气赵知青耍人玩的吧 别到时候你拿到回程指标拍拍屁股走了 丢下人家霍老三可咋办 叶薇薇脸色严肃 这位婶子不以结婚为前提的处对象都是耍流氓 你这话可不能乱说 周婶不高兴的撇撇嘴看向刘贵兰 霍家的你可千万长点心吧 别整天静想着让你叫老三盘勾字 仔细让人家给骗了 是啊霍家的我瞧着我们乡下姑娘就挺好 老是能干就叶知青这样的 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能干什么 也有其他婶子复合道 这村里原本就有不少人家打货销的主意 想把女儿嫁给她 虽说她现在瘸了一条腿从部队里退下来了 但是听说退五金可不少 又能干又能上山打野猪还一下打两头 这样的好女婿人选怎么能便宜了外人 还不等刘贵兰开口说话 一向跟刘贵兰不对付的成婶子阴阳怪气的道 这你们就不知道了吧 你们都当这祸家的傻 人家叶知青虽然不能干农活正公分 但是人家有钱啊 我可听知青点的人说了 叶知青手里可有七八百块钱还有老多票了 这祸家的肯定是看上人家小姑娘手里的钱票了呗 流鬼蓝气的脸色铁青 陈大妞 你自己黑心干别以为别人都跟你一样 儿子养成无赖 二有子女儿养成小偷 嫁了人天天盯着婆家的那点东西往娘家倒汤 搅得人家家宅不宁 你不就是养红我家老三有出血 找的对象也好就犯红眼病 有本事你也让你家儿子像我们家老三一样能干啊 自己儿子不争气能怪的了谁 是村里有名的泼妇最是宝贝他那个儿子 谁敢说他儿子一句不好 就跟动了他眼珠子似的哪里能忍 气得指着刘桂兰破口大骂 怎么的被我说穿算计恼羞成怒了 我呸当谁不知道呢 不然一直惊掉水里的时候 为什么就你家老三跑那么快 怕不是早就垫系上这块肥肉了吧 说起救人这件事他就生起 明明这人应该是他家金宝救上来的 偏偏这祸家老三出来横插一杠抢走了机会 要不然这也微微现在就是他家金宝的对象 他手里的钱票那也都是他儿子的 陈沈子越想越生气 觉得霍家人是故意抢走他家儿子的大好姻缘 叶知青你可是要擦亮眼睛看清楚了 别看这霍家人表面上装的人母狗样的心可黑着呢 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说说 你是不是被霍家人威胁了 你不要怕只要你点头 我们村里的人都会给你做主绝对不让人欺负你 就冲叶巍巍对赵知青那护士的劲儿 他绝不相信叶巍巍会放着赵知青那样的未婚夫不要 看上一个乡下瘸子 只要他搅黄了这门轻事那他家儿子就有机会了 想到叶巍巍有那么多钱票都将是他家金宝的 陈大牛心里就激动不已 叶巍巍看着陈大牛这一副争意凛然的模样心中冷笑 他想起来了 这位不就是书众提到的那个 欺负了园主的无赖孙金宝的老囊 园主被逼着嫁进孙家后 可没少被这个恶毒婆婆搓磨 没想到他现在竟然还敢当着他的面搬弄式飞挑剥离剑 这不是主动送人头吗 叶巍巍冷冷地看着陈大牛 春婶子 你这可真是黄鼠狼给鸡半年不安好些啊 你真当我不知道 今天就是你在背地里散布谣言污蔑我跟后笑清白的